金庸明珠 經典再現 江湖傳聞 突然養到者 徒滴於天下 這一個武林秘密是真是假 白馬俠女蕭忠惠 神奇書生袁冠南 神奇書生袁冠俊 太惡四合 卓先鴻 一個個變具象深的角色 有一段段灰鞋搞笑的對白 繼如果這次送死之後 樂樂又一傾情力作 金庸明珠 現 讓 到 SOULFM網絡電台手法 各位 我說的這個故事 是發生在滿清年間 話說有一隊七十幾人的錶隊 從西安向北京進發 率領這一支錶隊的 是陝西西安府威信錶局的總錶頭 愛好鐵邊鎮八方的周威信 他這一支錶 一共有十萬兩銀 這個是西安府的大鹽商 汪德榮託寶的 這十萬兩銀 數目的確是不野小 但是威信錶局 過去二十萬兩銀都曾經補過 四十萬兩銀的也補過 金銀財物 這真是不算得是什麼 自從一離開西安 周威信掛在心頭的 就只是暗藏在背上 包袱中的兩把刀 還有在那天晚上 在村閃總督府 聽到了一番的說話 和他講話的 竟然是村閃總督 劉於義劉大人 周威信在江湖上面 雖然是黑黑有名 生平見過的官府 最大的也不過是虎台大人 這一次居然是總督大人親自接見 自然就是受寵若驚 自然要戰戰兢兢 這個劉大人的幾句說話 在周大雕頭心裡 翻來覆去 不知重溫了有幾多百尺 周鏢頭 這一對刀 叫做鴛鴦刀 當真是非同小可的 你好好接下來 當真皇上 當貝勒爺的時候 就已經滅風千順 到處尋滅 結尾之後 更落了滅子 明天下十八省 督府着衣茶房 很容易才捉到這個鴛鴦刀的主 但是這對寶都 被兩個雕頭 收起來 起身 不論如何精察 始終都是雪沉大海 天行本督祖上之德 托了皇上鴻夫 終於被我得到了 嘿嘿嘿嘿 你們衛信標告 做事還算是穩陣 眼下派你去護送這對鴛鴦刀進京 路上不許泄露半點風生 你將把寶刀平安送到北京 翻轉頭 接人重重有閃 鴛鴦刀的大名 周威信一早就聽他師父講過 鴛鴦刀一短一長 刀中藏著武林的大秘密 得知者就無敵於天下 無敵於天下這五個字 正是每個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最大願望 周威信當時聽了 心裡想都是說說 世上又哪會藏著什麼無敵於天下大秘密的鴛鴦刀 誰知道現在村閃總督劉大人 竟然真的得到了鴛鴦刀 而且現在還派他護送入京 呈獻給皇上 哇 周威信的心就啪啪聲地跳 他眼睛睛地看著劉大人給他的包裹 裡面就是這對鴛鴦刀 不過他見這個包裹 用黃布包到實一實 還封上了總督大人的火七印信 他當然就很想見識一下這把寶刀 究竟是什麼鬼樣 如果僑倖得知了刀中的秘密 那就不是鐵邊鎮八方 而是變成鐵邊蓋天下 但是總督大人的封印 誰敢拆 周大彪頭計來計去 別搞 自己 不過只有一個頭 這趟錶 總督大人還派了四名親信衛士 扮作錶師 跟隨在錶隊之中 這個可以說是商助 也可以說是監視 在錶隊啟程之前的一天 總督府又派了幾名歌十哈里 將周威信一家老小十二口 全部都請去駐房軍的營房裏面 說怕周總彪頭 復經之後 家人就沒有人照料 怕他放心不下 因此 就接了他的家眷去安置 嘿嘿 周威信在江湖行走這麼久 自然就雞食放光寵 心知肚明 這裏便是說怕周大彪頭 放心不下一家老小 而是劉大人放心不下這一對寶刀 因此 將他的高堂老母 和妻妾兒女 一齊抓去做人質 這對鴛鴦刀 如果在途中有什麼閃失 自己伸手易處就不用說 全家老小 都不死有命 他一生之中經歷過不少的大風大浪 擲板滾過 英雄衝過 九雄也做過 砍過人家的頭 就差自己的頭 沒被人砍過下來 算是見多色港的老江湖 但從來都沒有好像這一次 走標那麼又驚又喜 心神不靈 如果護送寶刀平安抵驚 劉大人曾經親口許下重賞 自然是君子一言快馬一邊 說不定皇上一高興 想翻個一官半職 從此就江中耀祖飛黃騰達 咦?周大標頭就變成了周大老爺 周大人了 但是從西安到北京的路程 說遠不遠 說近也不近 一路上大山小寨 至少也有三四十個 尋常黑道上的人物 他鐵邊鎮八方也未必放在心裏 八方震不到 震他一方半方 也將就對付震他一震也好 但是得了鴛鴦刀 無敵於天下這兩句話 要引來幾多武林高手眼紅 於是他想了一條計劃 他明保嚴鏢就暗藏寶刀 終然錶銀有什麼閃失 只要寶刀可以平安到京 這樣也沒有什麼大礙 只要一做上官 周大老爺公堂上面 對外一坐 招財進寶 還用怕那十萬兩銀賠不起 再說 大老爺只有伸手要錢 哪有賠錢的道理 哈哈 不過有時候 你怕那樣就來那樣 錶隊就入到一個黑媽媽的叢林之中 實驚無神 看見前面有四個敬裝打扮 神情凶猛的男人 一排這樣動在那裡 攔著去路 嘶 咦 如果是黑道上山寨的強人 就不會只有四個嗎 莫非這裡還有埋伏大批人手 如果是一些展徑小賊 看見這麼聲勢浩大的錶隊 還不走甲不透嗎 哪有膽敢這麼大模大樣地 攔路擋道 難道是武林高手 衝著自己來的 周威信 打起十二分精神 去打量這四個人 最左邊一個短小貞刊 下爬尖尖 雙手分別拿一對磨味鋼刺 而第二個又高又肥 好像整座塔一樣動在地下 身前放著一塊大石碑 碑上面寫的是 先考王府軍成本之武 哦 這個是一塊墓碑來的 不過不知道放在身前有什麼用意呢 黃成本 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這樣的一位高手前輩 再看看第三個中等身材 白正面皮 如果不是見他有些哨牙 和鼻凹了一點 都算是一位上貌英俊的人物 他手裡面拿的是一對流星鎚 最右邊的是個病懷的中年人 衣衫南柳 嘴裡面就擔著煙斗 那隻眼就不知他是抹大還是躲起來了 嘴裡面就滋滋油油噴著煙霧 竟然沒有把自己這七十幾人的標隊 放在眼內那樣 嗯 越是這樣 就越是要小心應對才行 左邊那三個都算了 這個病懷一定是一個內功精湛的勁敵來啊 傾客之間 江湖上好多奇聞往事就湧上心頭啊 一個滿頭白髮的八爺婆 兇手就殺死了五名的錶頭 劫走了一支大錶 一個老乞衣大鬧太原公堂 割去了知府的首級 飄言不知去語響 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打低了進北大同府響明二十幾年的張大權師 咦呀 越是貌不驚人滿不在乎的人物 越是武功了得 江湖上有言道 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見到這樣 鐵邊震八方的周威信 不由得就倒吸一口冷氣 雙手呢 不聽使就去摸一摸背上的包袱了 過了一陣間 周威信左手一按腰間的鐵邊 挖住前生前的四個人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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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了一聲 普拳又講 在下那倒經跪地 無封給各位朋友請過人問號 有些不對 還是請各位朋友說罪 說罪 他心里面打定主意 可以不动手 那就最好了 如果不是 那个废奴柴 真是很难打 江湖上有言到 小心天下去得 妄撞就穿布难行 这时候 那个病怀 左手就按住胸口 日美咳到夹夹声 那个抓额眉降刺的矮仔 音声势气就讲 嘿嘿 叩头且安 那就不必了 你宝记是什么宝贝 给我留下吧 周慧顺一听就惊 心想 标车啟程那时 连我最亲信的标师 也都只是知道 是银两来的 为什么这帮人 知道我宝记是宝物 江湖上有言到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真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才得 他抱一抱拳又说 请署在下 孤陋寡闻 要请教四位好朋友的大名 哦 那你先说 在下姓周明威信 江湖上朋友 送了个爱号 叫做 铁蝶震八方 那个病怀就冷笑一声就说 哼哼哼哼 这个爱号 算吧 只是这个震字要改一改 嗯 改成一个拜字 那个矮仔就呆了一呆 就说 改成个拜字 嗯 清州的 我大哥帮你改了个匪号 叫做铁蝶震八方 我大哥料事如神 言之有理 说完 那四个人 笑到肚都乱了 周威信就看着他们四个在那笑 心想 江湖上有言到 忍得一时之气 可免百日之灾 他强忍着怒气 就说 见笑 四位是哪一路的好汉 在哪一座补山 开山立跪 掌陀的大当家 又是哪一位呢 那个矮仔就指着病怀就说了 好 告诉你听 也都不紧要 不过你要小心 不要吓陷吧 我大哥 是烟霞神龙逍遥子 二哥是商长开悲 常长风 三哥是流星赶月花剑影 区区在下 是八步赶蟬塞尊柱 踏雪无痕 独脚水上飞 相似丐七省 丐一鸣 周威信又越听越奇 心想 这帮人的爱好 为什么水蛇春这么长呢 那个矮仔 还是一卵嘴在说 我们四兄弟 二杰金难 行俠仗义 转门就是 坐强扶约 劫富济贫 江湖上 人称太恶四合 是也 周威信心想 听你四个人的爱好 看来 这个矮仔 轻功了得 那个肥佬 实是掌力沉稳 那个白面洗流星锤的 功夫实是有 独到的造矮 至于那个烟霞神龙逍遥子七字 更加像是武林前辈 世外高人的身份 太恶四合的名头 虽然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 肯定是我 孤陋寡闻 不识能人 既然 得上一个俠字 实是非同小可 江湖上有言到 宁可不识字 不可不识人 他抱一抱拳又说 狗仰 狗仰 闭标局 同四合素来 没什么过节 就请让条路 日后专程拜谢 丐一鸣相似一撞 发出叮叮声响 咦 看来是真实 他接着说 要让道不是说不行 我们不是要你的标银 只需借一两件宝物来用下 那就放你过去咯 什么宝物 那又古怪了 你反而来问我 你自己不知道的吗 就畏顺听到这里 知道这件事 好难谈得起了 你太恶四合 不用问下贵 实是冲着自己背上这对鸳鸯刀而来 心想 江湖上有言到 容情不动手 动手不容情 这四个人一出手 必须是厉害杀爵 想到这里 他就慢慢抽出双叮 各位 周威信 是不是想和太恶四合 踢过呢 你太恶四合 看上去都几难搞的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金庸明珠 经典再现 江湖传闻 突然让刀者 吐敌于天 这一个武林秘密 不是真是假 白马俠女萧综 神奇书生袁冠南 太恶四合 梁仙雄 我大哥的烟霞神 一个个变具象深的角色 有一段段灰霞搞笑的对白 继如果这次送死之后 洛洛又一倾程力作 金庸明珠 燕 让 道 SOULFM网络电台手法 各位 上次就说到周威信 表面就压盐标 但是实情 背上边 就背着一对鸳鸯刀 你对鸳鸯刀 隐藏着武林的大秘密 谁得到 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了 这样 标队行到路上的松树林 撞面就来了四个骑蛇拐 自称就泰鸯四盒 周威信建跟他们谈不够 他心想 这个泰鸯四盒 肯定是冲住自己背上这对鸳鸯刀而来 江湖上有言道 容情不动手 动手不容情 这四个人一出手 必定是出厉害的杀爵 想到这里 他慢慢就抽出双边 就说 四位既然要赐教 那我就却之不恭 在下就来领教泰鸯四盒的高招 哪一位赏先 他另转头一揮手 五名标师和总督府的四名卫士 就一起走近 周威信 细细声说 对付这些陆林道策 不用跟他们讲什么江湖规矩 待会我们一起涌上 开港又说 只要人手多 牌楼都抬过河 自己心里又另有主意 等他们四个和四盒接战 我就找路敌 护送鸳鸯刀 去北京才是上策 江湖上有言道 商打一阵风 有事就各西东 只听见盖一鸣就说 大标头 等我商伺盖七省 来会一会你铁边 拜八方 来啦 等我们两个 打个七上八落 七分八操 说完 说完就说一声 身形一闪 抢步上前 周威信 马都不落 他举高铁边来隔港 洗出一招桃源脱缩 将他的鹅眉翅隔在外门 双脚一夹 马就飙了出去 盖一鸣就叫 好家伙 大标头送人 这时候周威信就回头叫 我到树林外面看下 看下有没有埋伏 一边说 只马还是一边起势地跑 花剑影见到这样 噓声 一个流星锤飞了出去 直接又向着周威信的后心 周威信左边后辉 洗出一招夜闯三寨 当一声响 将流星锤隔了回去 他跟花盖二人定刃一交 只是觉得这两个人的招数 好水皮下而已 内力都似乎是平平无奇 他一轮转头 见到那个逍遥子 还是挨在树上高 只手还是担住个烟斗 看着众标师将太岳三峡 围在核心 自己就竟然丝毫不动声息 周威信心里面一惊 哎呀 等到那个人一出手 我再走迟搬到 就迷使之意走得掉了 江湖上有言到 好天不肯走 莫等雨淋头 他礼手将铁边的边尖 在马的屁股上面一睹 那匹马长西一声 记得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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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他一样叫到汗彪 他觉察到身边风声响起 黑妈妈一件暗器就打到来 周卫信举边一挡 啪一声响 那件暗器居然就一匹黏在钢边上面 没有弹飞到 周卫信这时候的心更加发毛了 这个逍遥子果然是高手啊 连使用暗器都零射不同 光湖上有言到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嘿嘿 他嚇到马不停蹄 飙出了个树林 周卫信见到身后边没有人追你 才定一定神 看下钢边上面所黏住那件暗器 哼 原来是一只黏满污泥的烂鞋 又湿又黏 冤邦难丑 似在钢边上面定不脱 他就更加害怕 心想 武林高手责业非花都可以伤人 他这对烂鞋飞过来 没有伤到我性命 算是手下留情了 啊 他一时间抓不定主意 应该继续中马狂奔 还是静以待变呢 忽然间 听到树林里面 有人好像躺住那样大叫一声 接着 一片直静 兵人相交之声都没有了 周卫信又惊疑不定 咦 难道眨眼之间 所有的标师和四名卫士 一起遭到了太岳四合的毒手 忽然间 听到有人大叫 总标头 总标头 听声谈呢 是张标师 周卫信 这时摸一摸背上包着鸳鸯刀的包袱 他不敢答应 心里想 江湖上开港又说 若要精就听一听 站得远就望得清 过了一阵 又有人大叫 总标头 快点回来 那些贼佬都走了 被我们赶扯了 周卫信就怯了一怯 心想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他一拉马疆城 圈过码头 只见临终跑出了一名堂子手来 宽天喜地地在喊 总标头 那些贼佬都走了 原来是那些赌囊冬瓜来 都不耐打的 周卫信 驚喜交集 他问 是真不是呀 真 我们一勇而上 奋勇迎敌 那个病态被张标师一刀就斩到肩头开花 现在那四个骑尼拐 没有鞋拉剧走 周卫信心想 不像说假 心里面就很高兴了 他 赶回匹马入树林 就说了 整个树林外边有十几个贼佬埋伏 被我一阵赶杀 一阵赶走 统一阵赶走 说这番假话的时候 情不自禁 面上又微微一红 心想 江湖上开港有话 做责的心虚 放屁的面童 定点来 定点来 别让别人看出破绽才行 张标师就仰着把单刀 得意洋洋地说 我还猜他是什么太岳四峡 原来都是吹牛 中标子和卫士就放声大笑 周卫信这阵时 就望着洞在地那块墓碑 想不出有什么景色 正想到出神 忽然间 听到树林后边 传来 哎哟哎哟 这样的心淫声 周卫信又说 是受了伤的责佬 众人一听 就一窝蜂地冲上去 正说听声 是从一片荆棘虫中发出来的 这几十人四下散开 将荆棘虫团团包围住 周卫信又渴话 小巫策 还不快点出来 这阵时 荆棘虫里面的心淫声 就更加响 周卫信又右手一仰 啪一声 一枝就箭就打进去 里面的人就 啊 一声惨叫 显然就已经中箭了 两名堂子手 看到这样就落足鞋 有拆鞋 打中了 中标头很箭 然后拿着刀 搶布进去 把那个人 把那个人 滴出来 众人一看 你眼看我眼 就瞎大把 厚得个孔 原来这个人 是压戒标银的 大肥佬 汪炎霜 衣服就被 这些荆棘似 勾到碎淫淫 江湖上开港又说 十个肥佬 九个腹 只怕肥佬没有屁股 哈哈 这个大肥佬 汪炎霜 屁股是有了 就是屁股上面 插着一枝就箭 好了 这里就放下 不讲他住 讲下太岳四峡 他们躲在物林之中 眼见威信标局一行人 走远了 那才出回来 花剑影就在自己的衣服里 施落一条布条 就帮蕭瑶子 包在肩膊上面的刀箱 你人时常长风就说 快哥 没什么事 蕭瑶子就说 没事 没事 我们好汉敌不过人多 不算得什么 咦 花剑影又说 哟 我早就敢敌人生世后大 斗不过的了 如果偏偏要出马 连续大哥你受了伤啊 盖一铭又说 嘿 我怎么知道这帮猛佬这么糊涂 听到我们太岳四峡 这么响当当的英明 居然都不撤退 那有什么办法才可以 你又不怪的二弟 想夹到宝贝 那当然要找标局落手了 啊 糟了 现在两手摸摸摸 都不知怎么算好啊 难道一人握着两双招去见人啊 哟 依我看 盖一铭说话还没说完 树林外边又响起脚步声啊 有人自男而不 急奔而离 盖一铭又伸个头出去看下 本来睹了眼眉毛 忽然向上一挑就说 嘿 来了两个人啊 这一次 我们两个人服侍一个 要这两只肥羊走不脱才行 常长风接着说 是好啊好啊 多大都要搞他几十两眼才行啊 说完 就捧起一块墓碑 抱在手上 原来他的外号叫做商长开碑 就是喜欢用墓碑来作兵器 持着自己力大 拿起那些大石碑当头拍过去 那些敌人往往见到这样啊 都被他客侄而逃跑啊 至于墓碑是谁 那他就不拘一甲 顺手牵卑啊 看下哪个死人晦气 死后不即阴德 撞上他老人家了 这有时 四人一打手势 分别就躲在大树后面啊 那两个人一前一后 就跑到入树林里面 前面那个 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 手执单刀 一边爹 一边在那儿大声骂啊 你那财婆娘 这么横漫是吗 真是要杀人吗 太岳四合一挟 看下后面追来那个 是一个少妇 那个少妇 背上就背着一个孩子 手上就拿着个弹叉 噔噔噔噔噔噔噔 一阵声响 连珠弹就猛向那个男人射去啊 那个男人就揮起单刀 左挡右隔 硬是不敢翻转头 拿刀斩那个少妇啊 逍遥只见一男一女在那儿互斗 就喝啦 来者是哪个 为何要動手 盖一明 嘔喽吹起 四个人就一齐在大树后边 飘了出来喝话 快快停手 那个前边跑的男人 还是继续向前冲 另转头就骂 賊婆娘,你這麼狠道,別怪我出手無情啊 少傅就說,狗賊,今日我不打死你,我任非燕勢不為隱 就在這時候,太惡四俠就已經攔在那個前面的男人身前了 少傅任非燕就叫了,林玉龍,你還不和我站在那裡 林玉龍就對左在身前的常常鋒就喊了,閃開,他頭一低,就避開了身後射離的一顆彈丸 只聽到,哎喲,一聲,彈丸就剛剛打中常常鋒的鼻歌 常常鋒這時候就火滾了,他開聲罵,臭婆娘,你打中了我啦 任非燕說,打你又怎樣啊,啪啪兩響 兩枚彈珠又對準他射出,上長鋒高舉墓碑,擋了個胸 兩顆彈珠,一顆就打中了胸口,一顆就打中了手臂 不由得手臂一酸,墓碑就啪一聲,一響就跌了落地下 跟著就,哎喲,一聲,跳了起身 原來墓碑顯靈,摘中了他自己的腳趾 蓋一鳴和花劍影,見到二哥吃底,就一起向任非燕撲過去 任非燕拉開彈弓,連珠打出,噔噔噔噔噔噔 蓋一鳴避不及,微心就中了一彈 而花劍影就沒那麼好彩,被一顆彈珠就打掉了門牙 呵呵,他原先是哨牙佬,現在就變了崩牙佬 蓋一鳴見不對勁,大叫說,封緊,封緊,要不要扯夫 意思就是說,打不過,要不要鬆人 任非燕被這四個奇怪怪一左 顔見林玉龍,頭都不轉,就已經跑出了樹林 心裡面就好火滾 他即步搶出,轉轉頭 噔噔噔噔,便打出一顆彈珠 將燒瑤子手中煤斗打到地上 這彈,守徑機強,盡頭又是極佳 乃是彈弓術入出名的回馬彈 任非燕微微一笑 另一转就骂 林玉龙 你这个抽策 还不和我站在那儿 只听见林玉龙 远远就叫了 你有本事的 你就跟你的大爷 争刀争枪 打上三百回合 用弹弓赶人 算什么本事 已听这两人越骂越远 向北追逐而去 花剑影就说 大哥 这个林玉龙和任飞燕 是什么人物来的 林玉龙 是洗丹刀的苦手 那个女人 任飞燕 一定是用弹弓的名家来的 大哥 了师于神 然之有理 花剑影就接着说 你这个少妇 样子都生得几美 我想可能是姓林的看中了他 实是意图非礼 正是 想我太岳四盒行俠仗义 最喜欢打抱不平 日后如果被我们撞上这个林玉龙的任冊 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去看才行 上长风忍不住插口说 他说不是 那个林任二人有杀父之仇 也都不知道是谁是谁非 哎哟 他老母 脚上面这一下好痛啊 说完就伸手去摸一下脚啊 那个姓林的满脸横育 一见又知不是好人来的 那个姓任的女子 虽然出手魯莽 但是看他功夫出手 应该是属名玩正宗的 大哥料事如臣 言之有理 上长风还想说辩驳 忽然间又听到林外 有一个人在那里长声淫诗啊 黄金 逐手快二进 昨日破产 今朝贫 丈夫何时空 萧奥 不如萧脚头上根 除着这些淫诗先 一个少年书生 手里面轻搖接线 慢慢地走入这个树林 后面还跟着个书童 带着一档行李 咦 来的这个书生又是什么人物呢 为什么今天这个树林这么热闹啊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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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